大家好,我是哲偉 那這個其實這樣的概念之前有提過 就是提完以後就放一個一段時間的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每天搭捷運的一些心得 就是想說為什麼有時候出了車槍 都找不到儲物地在哪邊 然後走一走 就是會花滿多的心思在想這件事情 那就希望就是說每個月台 到底哪一個車廂離那個手錄地比較近 或者是離電地比較近 這樣的一個訊息有沒有可能去把Many起來 就是說這個是中山站 捷運中山站的一個月台 那其實就是有兩種的軌跡 有的人就是很筆直的轉彎就上去了 他有限制可能就是找不到 或者是他不確定這個到底是要去哪邊 就會慢慢的流浪 那像這個即每一個車站 他其實有一些車門的確會離這個 上走不低的位置比較近 然後但是有些車站又有點複雜 因為他可能還有轉乘的問題 有時候他到底不是真的要出站 而是要再去轉乘別的一個路線 所以有時候有心右下右上的 還有一些情境是 他這個雖然有手不低但是都是單向的 那並不是雙向必有的手不低 所以有時候好像這邊有手不低 但是其實你如果真的要需要搭乘的時候 你這邊就會沒有這個往下的路 那這些細節的問題 嚴格講當然不是說非常的嚴重 或是要干擾到大家的生活 但是就是說如果有辦法讓他慢慢把他 就是讓大家熟悉的話 或者是一個不錯的有趣的事情 那這樣這個侯孝賢導演呢 他就非常身體力氣的落實這樣的概念 而且節省了每天的時間啊 不會被人群組打亂 沒有他的節奏 其實這個從第二次的黑客上就有人提過 然後2012年這個真的是先驅折 就是台北市的教育大學的黑客 就是一個國小的學生 一群學生 他們真的就自己發動這樣的一個這個踏場 因為他的想法就是很多他的年長者 或是有些有規矩需求的朋友 他就會需要這樣的一個很實際的質疑 那當然也有一些網友 或是他其實日本是更有規模的 就是把這些事情提供給大家 那這個是那個那一群小學生的 這個行動的一個影像的紀錄 所以他是用紙本的方式 紀錄每一個車廂 哪一個車廂 離那個樓梯或者是電梯 是比較近的 去把它盤電器 然後最後他還把這個平面圖開展出來 哪一站他的電梯是在哪一個區位 所以他們最後做出一個類似像紙本的文圈品 就是在捷運站發給我們路過的這個市民 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今天要搭這個方向 其實如果今天是一定要搭電梯的人 那你應該是要在這個 往北這一側的車廂 好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遵循的這個 先驅者的這個經驗 我們是希望說 或許這個大概不太可能 靠一兩個人就把全台北市的 包含新北市的車站都跑過一遍 所以有可能會 往這個分散式的盤點方向去做 初步是認為說 像捷運大概是有兩種 一種是六節車廂跟八節車廂 那八節車廂我們也不要搞得太複雜 就是去指認哪一個車廂 那前面有一個守護地 往上或往下 或是它前面有一個電梯 那希望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把一些基本的資料累積 那未來當然是希望跟日本的 這個一些學道的服務 其實都並進了 在這個畫面上 你可以看得到 同樣一條線 從尾站到末站 就是頭尾站 它基本上全部把電梯在哪裡 可以告訴你 假的你今天就是 第一站上車 準備要到最後一站 然後就看 去給達成 所以就是 這個專案在Hackpad上 歡迎大家多共同跟訪問 謝謝